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豆粉们你们好 不论你是红豆绿豆大红豆 我会治好你的青春豆 今天我们来讲小资的除斑 如果你今天你只想要花个几千块 一两万块钱除最多的斑 那你今天该怎么做 很多人他们就想说我想要我的斑掉 那他就踏进一家医美诊所 那一家医美诊所可能现在在打促销 一堂皮秒 我听到最低的价格999块 或者是禁敷 我还有看过888的 销售人员会跟你讲可以啊可以除斑啊 可是你要打很多次 你去打了两三次之后呢 你会发现说我的斑为什么无动于衷 好 今天我要解释说为什么它会无动于衷 你们知道斑点为什么会掉吗 今天一个一发雷射打到皮肤里面去之后 它要吸收 然后并且在细胞里面它要产生作用 这个细胞它其实是会有一点点坏死的哦 坏死了之后 这个细胞它会结痂 大概五到七天之后它会剥落 要透过这样子的整个流程 今天这个斑点它才可以在短短的一次到两次之内 你可以看到斑点的脱落 但是呢你今天你去打那些非常便宜的镭射 其实只有1064波长或是75这个波长 当它能量不是很强的时候 你去想一想你去打这些镭射之后 它完全没有结痂 你打完之后你大概会觉得白一点 可是你去看一下那个斑似有若武的淡化 我都说那个叫国王的新衣 如果你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知道 你的斑点是术前跟术后有明显的淡化 就是它等于就是没有蛋 那这个都是能量上面所使用错误 我们先讲厨斑雷射这件事情 第一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 那专业的事情交给皮肤科 我们专门在打这种雷射 所以我们受过专业的训练 然后它今天打它就是 也不能说是保证一次会掉干净 但是它至少保证一次会掉很多 如果说你今天你想要CP值最高的厨斑 其实应该是怎么做呢 你应该要去找真的会打斑点的医生 问这一位医生说 我这个斑大概需要几次 就连我每天都在打的 我大概也不会promise我的病人 就是一次他的斑点会打掉 我大概会跟他讲说 雀斑或是晒斑 打完之后结痂大概就可以淡个七八成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CP值很高 你想想看哦 如果我们今天花个几千块 好一万出头 去把你脸上的大部分的斑 可以淡掉七八成 在一次的时间都可以淡掉 可是呢 有时候客人他就会算啊 我今天在你这边打 在别的地方打 我可以打好多好多好多次 可是那个效果是不等同的 那我常会呛别人一句话 你的时间不是钱 除非你今天你的目的是 有点变白 然后毛口有点缩小 然后我想要去做个雷射去角质 那你当然可以常常的去施打 可是今天我们讲的是 除斑这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你的斑是属于浅层斑 这个我们讲的晒斑 雀斑 它必须在一次到两次之内 你必须要看到明显的淡化 今天这个雷射才会是有效的哦 OK 好喜欢我们录这些教育短片 like share我的YouTube channel 拜拜 拜拜